大家好 我是蘇sir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何在停課期間 小朋友是一定要持續去補習的呢 第一 在停課期間 小朋友失去了心靈寄託 每天都是打遊戲 Youtube 喝 沙發 睡覺 不知道做甚麼 完全浪費光陰 所以如果有補習 每個星期多一兩個目標 去追進度 去交課給補習老師 其實就沒那麼迷失 第二 在停課之下 小朋友的生活規律是亂七八糟的 就算學校有zoom的lesson 可能只有一個小時 甚至乎沒有的 亦都是一對一百 很難照顧到它 所以規律上 如果再加一兩科去補習 小朋友就會充實 其實平日上學 由七八點到下午三四點 都會有七至八堂 所以這個規律應該透過補習 去繳範 第三 在小朋友停課期間 會失去了學習動機 因為不用上學 那就沒有責任了 所以復課也不想再回到學 所以補習 幫他培養一些責任感 準時 做功課 留心上課 跟老師多點溝通 其實很重要 第四 停課校 小朋友的治理能力是沒有了 因為沒有了老師的 當面面對面的指引 或者平時叫他寫手冊 溫達 變成上網去做 上網去做一對太多 學校的zoom 所以照顧不到 少了一些互動 聽少了的話 治理能力又減低 反而補習者的zoom 可能一對十多 多點溝通 多點互動 像我們上課一樣 都不懂得聲音 希望多點溝通 令他自律 或是治理能力 繼續可以保持 直至到復活 第五 最重要的 就是補習去追趕的後學動作 不需要地獄師 不需要成績慢進 只需要加多一點操練 以及預學操下卷 到時上學 都可以追得上進度 甚至乎大進步 最後想用一句說話 和家長總結 就是學習了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相信每一個家長 是想見到自己的小朋友 不停不停地退步 所以今天開始 嘗一下了解 我們Meaningful60的 免費師讀兩堂的課程 包括小一至小六的 中 英 和數 頭兩堂都是免費的 到時見 拜拜